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查理牧师 今天我要先来说说杨和牧人 根据考证早在主前九千多年 人类就发现羊是愿意依靠人类而生存的动物 羊毛、羊皮和羊肉也都有经济价值 当时在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 绵羊已经被人类寻化 中国是个农耕生产大国 不过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2.5% 而牧区草场面积占了50% 只不过牧区多在西部 气候寒冷 人口稀少 在传统的农牧业共存社会 牧羊比种田更辛苦 种田人可以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靠心情耕作就可以养活家人 而牧人通常是单身男性 他们往往没有土地 也没有家庭和社交圈 而且居无定所 风餐露宿 跟着羊群和草场迁移 白天道路崎岖难行 晚上还不能安心睡觉 此外 牧羊人还要时刻警惕天气变化 和周边环境的危险 要单独对付狼群和暴风雪 在中国西北的牧羊人 常用山歌表达他们的劳苦和寂寞 巴勒斯坦地区的放牧方式 与中国西部略有不同 牧人通常不带牧羊犬 只带两根棍子 短的那根可做防御的武器 长的那根驱饼杖 用来驱赶羊群和搭救跌落的小羊 绵羊通常胆子小 自我保护能力差 遇到危险或者山溅激流会害怕 牧人通常会先把小羊羔抱过去 羊妈妈就会跟着过 然后羊群也都跟上了 很多牧人都会按照羊的特点 给羊起名字 比如大耳 黑斑 还有的就用家人和朋友的名字 当羊跑远了 牧人一呼唤 他们就会跑回来 遇到暴风雨时 如果有两群羊 在一个大山洞里躲避 风雨之后 牧人在洞口叫羊的名字 羊群会乖顺地跟着牧人的声音 各自归队 好牧人在艰苦的环境中 为了保护羊群 常常要做出牺牲 甚至要舍命救羊 因此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 绝非一句空洞的话 正是因着羊的群居和依赖性 牧人的品质对羊群就至关重要了 早期的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 他们很明白牧人和羊的关系 他们把国王称为牧人 就是期望国王能像好牧人一样 带领和保护他们 在约翰福音中 记载主耶稣说了七个我事 其中说到了 我是羊的门和我是好牧人 在第十章那里的英文经文说 中文经文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主耶稣说他和信徒的关系 是好牧人和羊群的关系 好牧人的好 就在于他保护羊群 甘心舍命 而不好的牧人是故宫 他不在乎羊群 只顾自己 狼来了他先逃命 羊群散了他也无所谓 真的牧羊人属于社会底层劳动者 不但居无定所 酬劳为博 危险性又高 而且一旦当羊群践踏和吃掉庄稼 阻塞了道路 还要面对矛盾与赔偿 今天教会把属灵带头人称为牧者 是因为主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好牧人要有一颗善良和勇敢的心 他永远走在羊的前头 是属灵带头人 要带羊群去到水草肥美之地 他也要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 还要打退狼群 甚至为保护羊群舍去生命 好牧人的说法形象生动 因着主耶稣的好榜样 好牧人就渐渐成了专有名词 专指牧羊教会的属灵带头人 在古老的教堂中常有一些壁画 侧重点在描绘牧人和羊 让人看到草场的需要 激励更多人去传福音和牧羊教会 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 还有在传统老教会的祭坛和彩绘玻璃上 都很容易找到这些圣像与雕塑 博物馆也收藏了这个题材的艺术作品 在细节刻画方面更加细腻和真实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小彼得·布鲁格 1616年的画作《好牧人》中 描绘了耶稣与狼不斗的场景 以同样主题《好牧人》作画的 还有詹姆斯·蒂索和德国艺术家 伯恩·哈德·普洛克·霍斯特 比较近期的有美国现代风景画家 托马斯·金凯德 他在2001年创作了《好牧人的小屋》 关于《好牧人》的诗歌也很多 受欢迎的美国摇滚乐队The Eagles 在《Learn to be still》学会静止中唱导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混声合唱》 歌词来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1789年写的一首诗《好牧人》 今夜所持维和德国 《好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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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世界虽然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与变化 但是我们若像主的羊一样 永远跟在好目人耶稣的身后 就没有惧怕 只有平安和盼望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神说人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